沒有了世紀 天氣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印度斯坦人這場葡萄人 這場比賽是中東盃的比賽 OK 那這位兩位選手呢 我們連續兩天 播了四場他們的冠軍賽的比賽 那這場比賽呢 是我覺得也是打得很經常的異彩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選擇的文明是印度斯坦跟葡萄人 那先看一下藍方 那印度斯坦呢他的特色呢 是村民的造價是有些一面最便宜的 而且他帝王時代還有帝王駱駝可以使用 而且駱駝的攻擊速度呢 也是有些一面最快的駱駝文明 那印度斯坦人的後勤呢 可以打這個火香兵 自己的印度火衝 還有自己的寶兵古拉姆 古拉姆可以針對對方的攻兵 那印度火衝可以針對步兵 那印度斯坦的帝王駱駝呢 也可以針對對方騎士 所以整體而言喔 印度斯坦呢他的文明打法是全能性的 出什麼都可以有克制手段 那他比較弱勢的東西喔 是他沒有黃金的時候會非常難打喔 所以印度斯坦人呢 他的黃金吃中 是非常吃的 吃非常多黃金的一個文明 所以他的銀罐技術呢 大幹道是可以增加速度黃金10%的效果 可能一般玩家會覺得這個10%沒有多少 但是其實在對頂尖高手來說 這10%是增加很多的喔 那印度斯坦人的後期呢 他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也可以克制一些巨型投司機 或是一些特殊打法 所以總體呢 用起來不會太弱 而且有工程工程師 他比較弱的地方喔 可能就只有 沒有黃金這件事情 他沒有黃金的時候是真的比較弱一點 因為他只有槍兵喔 他沒有這個級兵 但是他有大弱嘛 所以我覺得印度斯坦 整體來說是不會弱的 他沒有黃金 沒有辦法出駱駝的時候 只能出槍兵喔 就是他的死期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Viper選擇的文明是葡萄人 那葡萄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火槍單位喔 還有火器單位喔 都可以吃到彈道血這個科技喔 那葡萄人這個科技呢 是需要點一下金罐火神槍喔 才可以使用的能力喔 那後期的火炮 然後讓他自由開火喔 也可以精準攻擊到敵方的單位喔 例如衝撤的路徑啊 或是遊俠的移動路徑 都會自動準確的開火 擊中到敵方單位喔 這一點我覺得 對於火槍有彈道血來說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能力 那後期的葡萄人呢 有這個港灣大傷戰 無限支援戰術也可以用喔 而且他的所有的黃金單位 都是八折喔 所以如果生旅啊 騎士小弓都有八折喔 是非常誇張的喔 不管你要打工兵騎兵都ok 而且他也算是一個全能系的文明喔 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也有品種喔 所以葡萄人後期 各種轉兵喔 也是可以輕鬆打出來的喔 然後我覺得 葡萄人打起來他比較弱勢的一點喔 就是他的經濟加成喔 並不是那麼的明顯喔 因為他只有前期的採食物 沒有這個 只會產出一些木頭之外 剩餘的經濟加成 可以說是沒有 所以葡萄人他的問題就是 經濟不太好 其他東西都還ok 我覺得打法來說的話 葡萄人還是比較適合 前期的快攻路線喔 尤其是打這黃金兵路線 城堡是在趕快上去打奴兵 配上騎士喔 是一個很強勢的打法 再配一些深綠喔 也是很適合他的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viper 這邊是那兩隻村民 往前蓋了馬舊 前面應該也是會打一個正常開局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補這個果子 加點木材 可能沒什麼感覺 但其實上來說 大概這個食物吃完 可以給他多一百木頭 左右的樣子喔 那多一百木頭 前期經濟加成其實是很不錯的 我是覺得很有感 之前他沒有這個科技的時候 他玩起來是真的很窮 跟那個義大利類似那種都很窮 唉唷 左邊這兩隻牛 差點被幹走 然後viper趕快看到 啊還是有兩隻被偷囉 viper現在這邊 牛被偷的關係 可能會有點缺肉 肉碼數量可能會稍微速一下印度斯坦 結果viper這邊的木材 直接爆量 來到了六百多木頭 那在這張地圖選擇葡萄牙 我覺得蠻有想法的 但感覺也不是太差的選擇 因為這張地圖的黃金量真的很少 有點折扣的話感覺是不錯的 所以長兵互戳 小方路馬往前走 來這個黃金都是一戳一戳的 一點點一點點 印度斯坦在這張文明玩起來 可能是想要利用自己的大幹道 跟對方打錯黃金差距 確實也是有想法 所以這個就是世界冠軍級的理解 確實有他們的思考模式在裡面 並不是無腦亂選的文明 這已經是冠軍賽了 肯定是有想好每張地圖的打法跟文明的選擇 還有這個被ban掉的文明的話 還有什麼文明要後補上來的 這個都是打比賽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在賽事對決裡面 也有人會說 這個選文明跟ban文明 都是很重要的環節 甚至可能比你在練文明更重要一點 我一部分是支持這個講法 畢竟 這個地圖選擇的文明真的是 勝率會差很多 讓對方選跟自己選 這個對決的後期跟前期會差很多 最近RTS遊戲就是一個滾雪球遊戲 你只要能找到這些文明特性 自己的文明特性跟敵人的文明特性 如果雪球只要一打出來 就是完全不可逆的那種結果 這邊看到HERA是拉了非常多的肉碼 還有槍兵到前線 攻滅第一時間上前 用村民跟一起包夾這些肉碼 槍兵阻擋了後面槍兵過來入境 肉碼也是上前部 這邊一個回頭一砍 HERA這邊的細節操作非常的兇狠 BIPER這邊直接被鬼獸一波 BIPER這邊被肉碼的關係 資源上好像並不是那麼的優秀 但還是靠了瑪莉百露上去 點了城堡斯袋 但實在上來說還是印度斯坦領先了 這邊收村 這邊收掉了一隻肉碼 下去包夾 右邊槍兵過來 猛兵射掉 有機會嗎 拉走 兩邊的細節操作做得很好 沒有太大的失誤 肉碼過來砍 但是村民想要扁 這一村可能會被收掉 有機會有機會 收一村很賺 哇 BIPER這一村被抓掉了 直接損失兩村阿 這邊有一隻天空熊在幫忙BIPER 不是喔 突然變成BUNCHERA 天空熊有點麻煩 趕快戳一下 天空熊的血量不多 最後25滴血 這邊圍屬 上面攔截弓兵 貼近 射掉 再一發 能嗎 唉呀 感覺提前上去好像可以兩隻都收得掉 OK 這邊升到城堡斯袋 我來看一下兩邊城堡會怎麼打 城堡斯袋 對於這兩個文明來說是相當關鍵的 兩邊都是黃金吃重文明 那這張地圖呢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下面這個區域 還有這個上面 兩邊都有大量黃金跟石頭 所以只要能空到一個區域的黃金地帶 對於自己的黃金 會比較穩定下來 那兩邊都是黃金刻畫文明 所以 應該會蠻有看頭的 說不定 因為我是完全不知道 這場比賽中間跟結尾 誰輸誰贏 完全不知道 我都是瞄一眼 然後就關掉了 都不會太想看結局 所以我很少去參與直播 是因為我不想被剧透 這樣會影響到我播 比賽的這個情緒 跟這個 有一個 會有一個什麼說 立判高下 或是會有那個 預判一些東西 這樣就不太好 OK 那這邊羅馬 拆除前方的馬就 葡萄這邊是轉出了 奴兵跟僧侶 還有奴炮的對應方法 這間印度斯坦的弱駝 能惹他的人並不多 就只有驅逐羅倫 能跟他硬拼弱駝 其他文明要硬拼的話 還有只有薩拉森 但薩拉森的話 只有城堡時代可以跟他拼 到地獄時代完全拼不贏 所以葡萄這邊不轉 騎士是正確的選擇 打這個 弓兵配奴炮 確實不錯 因為羅索 是很害怕弓箭單位 因為他基本上是雙防靈 吃箭矢會吃到頭破血 好 這邊補了一個大學 準備要了一點彈道學 那印度斯坦這邊的對應 也是很恰當 戰毛兵可以反制弓兵 弓兵可以用戰毛兵反制 弓炮的方面呢 就沒有辦法打回去了 只能轉頭時車 OK 本來要轉頭時車 好 這邊收掉了幾隻 弓兵 招搶的一隻駱駝 駱駝直接上前 爆凱一波 也不演了 後面直接就是對著 奴炮跟老頭 大凱一波 奴炮串燒 串燒掉了三隻戰毛 還有啦 這邊前線的兵 全部送掉 頭時車趕快轉出來 這裡轉頭時車 弓兵 奴炮都能打 然後上面可能要壓寶了嗎 不是要壓寶 這邊是一個多線 我們在看前方的時候 上面居然還有一圖兵在偷打 那HERA這邊 攔截攔得非常優秀 直接收掉了非常多的弓兵 兩邊依舊有點打得誤誤開 靠靠往上拉走 開圖子車 拆掉前線的馬舟 本來想要出騎士 但是被拆掉了 但還好後面還有補一個馬舟 這裡 繼續出騎士 前壓一根寶 這裡最先前壓寶的是 Viper 可不是HERA 沒想到是HERA這邊先拿到了主動拳嗎 拖子車壓到了城鎮中心 但Viper也是轉出了拖子車 轉了一發插邊球 因為HERA沒有在空 OK 換角力台 但奴炮 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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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攻擊中心的傷害 射 15隻16隻 走到前面又會被城堡射 很麻煩 我們砲過來 解一下戰毛兵 戰毛兵第一時間反擊的奴砲回去 這裡被控下來 HERA這邊經濟受到了嚴重傷害 這邊的部分 繼續用投資車反擊回去 還有攻兵 白浦這一波的攻防戰打得非常漂亮 投資車再打一下 這邊再砸一發 插邊球互換沒有辦法 往前 預判 往上 預判失敗 白浦這邊都擱不住 白浦直接被換掉了 哇 投資車互砸真的是世紀帝國裡面 最難打的一個 單位 所以會有人說 投資車打得好 世紀帝國沒煩惱 這句話是有他的道理在的 畢竟能以小伯多 這是蠻關鍵的 這村民 太可憐了 站在城市中心中間被砸爛 OK 印度斯坦這邊是 率先點下了救贖思想 那兩邊的生旅科技 其實是差不多的 印度斯坦這邊的生旅科技線 會比葡萄牙稍微弱勢了一點 最主要是因為沒有 異端邪術的關係 葡萄牙這邊則是沒有 啟事思想 CD時間減少 以生旅戰來說 有沒有異端邪術是很關鍵的 當然也不太可能 兩邊直接變成一個生旅戰 雖然我們是有看過葡萄牙打生旅戰 確實打得很精彩 最常波西米亞 最後是打贏了 最後是打出了波西米亞的肉身 最近只需要食物的生旅 非常的難產 但葡萄牙是需要黃金的 雖然有八者 現在VIPER把上面的地區 全部空下來 這裡大片的區域 都是變成VIPER的黃金 那下方HERA 是往下趕快發展 這邊可能趕快蓋根堡 守住一下這裡的區域 那這樣地圖是一個 挖地地形 中間是挖地 然後通常巨型頭時機 都可以從這邊高地反擊回去 所以待會的攻防戰 如果能拿下這邊的高地 優勢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中間這個部分也是要思考的 因為畢竟 中間沒有空下來也是門戶大開 所以這樣地圖打法是非常多變的 並不是只有一套策略 所以就可以打得好 那VIPER這邊點下了新騎兵 還有洛瑪升級 以及馬卡還有帝王時代 那這邊先升級上去的 則是HERA這邊 VIPER這邊是稍微落後的 大概20秒左右 生物也在偷解 工兵 這裡被解掉 生毛兵過來 來 只拉了一隻村民過來蓋城堡 VIPER你真的是太狠了 一隻村民要蓋堡 不蓋 不蓋了 這是按錯嗎 不確定 好 命令3點下了 神聖思想 洛瑪一進去就是對著生女一陣爆砍 這裡打完生女之後再追第三隻生女 這隻生女可能會被解掉 後面的投石機也可能沒了 打完投石機再打戰毛兵 這裡是肉馬無雙的天下 想砍誰就砍誰 太狠了 VIPER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把所有的生女全部解決掉 因為點下了神聖思想 但是生女卻一隻都不留的 被砍光光 OK VIPER這邊點下了強弩三級射 印度斯坦遇到這裡的組合 當然駱駝也可以繼續出 那現在出弱頭的話會被弓兵射爛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存爆古拉姆 把古拉姆的體質全部升上去 然後直接串燒 串慢後方的殘母 正面的肉馬 也用古拉姆的體質硬扛了 是有看過這個解法的 但是Hera好像並沒有打算這樣做 因為他現在只有一根城堡 量產古拉姆實在是太困難了 所以這裡只能用其他方法 直接轉這個 戰矛配火槍如何 火槍可以射弱馬 然後戰矛兵可以打後方的強弩 而且射程來說還比強弩多了一點射程 這邊用駱駝反擊輕騎兵 不然戰矛配駱駝也可以喔 但是駱駝不能往前 一定要守戰矛就好了 這裡就要看控兵了 那葡萄牙遇到戰矛配駱駝的組合 也可以轉槍兵配上火炮 火炮這個單位也是這個時候可以出來的東西 那現在強弩很吃驚 所以後方一直捕洛馬 一直過來去砍戰矛兵 戰矛兵往前 強弩要紅刺 這裡不能繼續往前貼 好托子車過來 先拆農鐵吧 下方羅馬還在繞 二雷火雷跟城堡開始產巨頭 我下了三級馬鎧還有增兵技術 駱駝這邊則是點下了重裝駱駝二級馬鎧 化學補完之後 轉出的是繼續轉戰矛 沒有轉火槍 好托子車過來 看一下這邊的打法會怎麼打 這裡還沒有巨型頭時機有點可惜 那葡萄牠在這邊的對決來說 他的洛馬對決會稍微弱雷一點 因為印度斯坦有大洛馬 但葡萄牠只有輕騎兵 所以這邊大後期來說 印度斯坦可能會更有優勢一點 洛馬的互換比率來說的話 葡萄牠會換輸 而且防守也不太容易 防對方的大洛馬 這邊戰寶兵 截掉了一些長武 直接守點 清醒投死車 OK 感覺自己快夾不住 在農田補了一根寶 投死車先砸 哇 來不及砸 就被城市中心給解掉了 VIPER後面鼓勵跟城堡 開始產出巨型投死機 HERA在下方 慢慢步步圍影 開始補下了更多的城堡 還有巨型投死機 前拆前方的馬舅 現在VIPER的雙碗旗下 這也是VIPER的常見手法 多獻進攻 自習四招了 OK FERA這邊自己點下了帝王駱駝的升級 還有二級攻 後方的洛馬爆砍一波 現在HERA已經被擊殺了62隻的村民 VIPER只被殺了五村 這個村民差距有點龐大 好 VIPER點下了三級攻 對 這裡不能往前 帝王駱駝 還有五十秒 現在右邊的巨頭也被拆掉了 回到正面部分 這邊要不要先拆這個 城鎮中心 看MIPER沒這個想法 可能覺得帝王時代大家全部都差不多 現在先拆城堡更重要 但居然沒轉火炮欸 所以感覺先轉火炮更優勢一點 火炮趕快先拆巨頭 然後可以逼對方站我必須往前 OK這邊帝王駱駝還有一秒鐘 升級好 UP上去 血量暴增 這邊拆掉了魔防 讓自己的帝王駱駝有輸出空間 可以包夾前線的強弩 後方的風琴砲打了幾槍 但是沒什麼用的感覺 帝王駱駝的壓制力實在太好 攻擊速度超快 血量160滴血 坦度還不錯 血量多 就能坦 雖然沒什麼防禦力 被城堡射還是突破血流 這個城堡不知道在幹嘛 怎麼在射修道院啊 哎呀 這個城堡 沒有在空 讓這邊帝王駱駝可以爽爽在後面爆砍單位 Revipers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城堡 還在打修道院 在空邊的地方 太忙了 這個遊戲 下方有被解光 但正面開始拿回來了 這邊開始用一些強弩跟風琴砲推了過去 但這跟城堡應該是守不住 這裡的細節 vipers沒有注重到最好 可能是沒有控好的關係 巨頭被送掉了很多 哇 把這個帝王駱駝吃城堡傷害 完全吃不起啊 太痛了 三到四發就可以收掉帝王駱駝 印度斯坦在這裡補下了拇指環 對 帝王駱駝繼續量產出來了 上面的東西也是用帝王駱駝全部解決掉 葡萄這邊轉出了槍鏡的升級 牌盒開始被反打回去囉 帝王駱駝這邊 給的壓力很大 往前推嗎 往後面繞了一波 這裡城堡不要理 繼續就好了 nice nice 正不愧是 世界冠軍等級的思維 直接往後衝就對了 前面的城堡不用理 好 城堡兵往前 開始看到洛瑪 廢進退 長女過來 剩下了一隻馬弓 放到了帝王駱駝 帝王駱駝 這個帝王駱駝好煩 後面的駱駝燒了一波 後面直接大撤退 敦克爾敦大撤退 一堆村民直接逃來逃去 哇 這一波進來重創的Viper經濟 Viper這邊人口 相佈滿兩百人口 然後服一些村民 那目前看起來Viper這邊轉一些僧侶 感覺會更好 去招強帝王駱駝 手速夠快的話 一直招一直爽 不然他現在只用槍兵擋的話 還有可能會被對方戰王兵給反打回去 也不是那麼好解 來盒這邊上面軍事進攻方面 也不是這麼的有效率 反而是自己家裡花費都更了 Ara這邊直接從下面做一個基地 一直慢慢推進下方的農田 這裡一旦被控住 大量農田就沒有了 要重新復國起來 會花費更多木材 葡萄在這個時候 會花費太多木材 在自己的槍兵 跟風情砲 還有火炮之類的 所以木材會更需要一點 那如果這邊農田直接被尻關的話 駱駝又要再耗費一筆 對Viper的經濟來說是以大受創的 哇結果這裡大量的槍兵 直接被Hera的帝王駱駝直接硬吃吃掉了 哇帝王駱駝好強 後方強兵繼續防守駱駝 駱駝進來 哇 損生那一頭強奴 現在Viper只剩的東西 剩下肉馬 跟自己的槍兵了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邊肉馬的部分 又是印度士坦有優勢 果然大肉馬提升了上去 這個對局看起來 Viper就是比較 後期偏難打的 除非打生女 但生女轉出來 又會被印度士坦大肉馬爆砍 哇 感覺印度士坦這裡有點太過全面了 而且也有火炮 打火槍的話也不一定打底 畢竟人家火槍射程又遠 葡萄這邊的唯一優勢 就只有火器單位有 彈道血的效果 好 這裡有更多帝王路突過來 這邊轉出風琴炮 吃木頭又吃金 但還是 還不是精銳的吧 只有六點傷害 六加零 這個戰毛兵有點癢 好 但這根城堡應該是拿得下來了 搞定 高打第一 傷害特別優秀 農田已經被壓了 左邊這邊 補了更多的馬丘 控制一下這片空地區 這裡大家會要爆出肉馬 沒有問題 Viper這邊轉出了非常多槍兵 但是後方有防守失誤 但這邊是兩根城堡都在防守 應該可以守得住 哇 結果風琴炮來不及開炮 那印度斯坦這邊轉出來的火炮 也在偷打風琴炮 這場對決的打法真的是 互相傷害 兩邊都有自己可以處理對方的方法 但葡萄這邊很明顯是 有被兵種壓制住的 雖然Viper也是繼續出肉馬 想要繼續反擊對方戰 毛骨工程器 但帝王洛索的問題 沒有辦法遠距離解決 用強輪或勝率解決的話 還是會處於在一個 比較被動的狀態下 好 終於點下了風琴炮的火神槍 現在彈道學可以被火氣給吃到了 這個火炮打了一發 被收掉兩台風琴炮 好 他兩槍兵往前 疚兵 mining戳帝王落魄 正面硬扛 也不管你到底有沒有槍兵 正面要架起所有居情投尸機 但這邊硬搶的結果 是把所有的 帝王落魄全部搜尋關了 inairr這一波很虧 而且兩台火炮 差了居情投尸機的速度 效率實在太快 這邊巨頭第一時間攻擊的 還是前方的火炮 也不是後方的城堡 但剩下兩台火 巨頭 喔 打掉了一台火炮 哇 這一波很關鍵阿 VIPER有機會反打囉 KERA這樣送 感覺會把遊戲給送掉阿 但是看起來支援上KERA還是綽綽有 VIPER已經支援間諜了 而且金瑞鋒情砲一直沒有支援可以點下 這邊展出更多的大洛瑪跟帝王洛佛 喔 變成肉碼戰爭了嗎 魔術炮夾不住 真的夾不住 好 上方有一個少量的肉碼 到上方控金礦 這時候VIPER才注意到自己沒有點三級的步兵鎧甲 難怪戰毛兵打我的槍兵這麼痛 三級步兵鎧甲 很有感 再一槍 脫掉 OK 槍兵配火器 這個組合 需要碰兵喔 這個組合是偏陣地戰的打法 現在化解陣地打法最好的東西就是生鋁跟火炮 這類的東西是最好化解陣地戰的單位了 目前看起來VIPER是暫時有優勢 他有優勢的地方是他的風情砲 這個有主動攻擊權 但對方有火炮 如果控的好的話也可以瞬間解掉他大量的風情砲 但是HERA這邊直接長驅直路 也不管前面正面部隊直接逼滴你家 一直逼滴一直爽 但是VIPER家裡也是有放些槍兵在 防守上可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還是能解 兩邊都有槍兵 這裡直接中了上去 槍兵解掉OK 回到正面 正面也是上前衝鋒一波 VIPER又再次用槍兵解決掉了 OK VIPER這邊的陣地戰打得還不錯喔 看起來是有機會反推HERA這一坨兵回去的 那我覺得這邊要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要點一下精銳風情砲 在這邊有沒有精銳差蠻多的 好這邊大量牆兵直接往前 火炮砸個一發砸掉了幾些疾病的數量 那現在印度斯坦要解這些疾病很困啊 你要轉火槍喔 才有可能打得完 印度火衝這時候該轉出來的東西 但現在卻沒有轉 這有可能會變成PERA的一個伏筆阿 唉唷 這裡有機會嗎 後面城堡很痛喔 你戳到聖鋁嗎 還要插兩槍 沒有辦法 這兩隻聖鋁活了下來 火炮也是守護住 雖然前方的戰王兵被戳爛了 然後後方還有城堡 應該是可以夾得住最後的傷害 好 PERA在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從這邊變成少戰點 開始從這邊開始入侵 買回後方的土地 好這裡更多的槍兵往前 唉唷 這邊稍微夾到 好險也溜得出來 不然直接被吃掉這一坨肉馬 還是有點虧了 當然印度斯坦現在的肉 現在非常多 來到73片田 他這個經濟配置就是 我就是要肉馬配戰毛淹死裡的意思 然後再搭配少量工程器 這個好像會被淹得死喔 好像有機會喔 好這邊肉馬再次撞到了 家裡防守槍兵 這邊槍兵一瞬間解掉大量肉馬 白河這邊的防守 還是守得非常好 槍兵在家裡守 還是做到了很好的效果 好這邊槍兵再次往前推 現在葡萄牙有 火神槍的優勢 有彈道學 打得很精準 你就算在移動 我也是能精準的打到你 只要你沒有任何瘋狂抖動的話 我就是有優勢 這就是葡萄牙的 打印度斯坦唯一的優勢了 還有真屢戰的一關邪說 這兩個東西是他現在最有優勢的東西 能不能善加利用呢 這邊差點被招想到 OK 印度斯坦 點下了印刷技術跟 475 可以招到這個火炮了 呃 這個火炮居然打得很準 這就是 彈道學的火炮嗎 好狠 這個光層7製造車趕快拆 不能再讓他在前線殘火炮了 但目標是下方這邊城堡 但現在三個松都被打噴出來 但我還要找個機會減一下 上方又有一個小隊在BD 兩邊都在看小地圖哪裡被打 現在BIPER是全力防守當中 資源量很極限 人口數已經不滿200人口了 因為這邊一直被這裡大量戰毛兵一直換噢 換了50幾隻的單位了 這裡槍兵只能防對方的肉馬 並沒有辦法防住其他東西 哇 戰毛兵 其實這個解得很開心噢 血光 血光 正面的疾病 好 上方繼續繞一下 哇 擺盤好像 夾不住了 村民術只剩不到100村 槍兵一直繞 但是一直被肉馬砍村民 有點反應不過來 怎麼辦呢 總覺得現在肉馬這個東西 要把這個基本傷害 再下修一點會比較好 變成6加4 畢竟4刀可以砍死一隻村民喔 效率實在太好 可能變成5刀 會更好一點 稍微熱服一下 好 哇 結果這次竟然是戰毛兵 這裡一直出槍兵怎麼守 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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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 好 現在HERA也不想要守家裡 肉馬一直往前送 中間都是KERA的城堡 這邊直接從上方入侵 有機會嗎 上方的農田其實也沒到那麼多 反正都是在最邊邊角角的位置 還有這裡 火炮高打滴解掉了一個馬丘 正面這裡的組合是戰毛配肉馬 完了 VIPER這一波沒了 這個解不掉 真心解不掉 祝地要被這些戰毛偷一堆村民 還有這些肉馬 上方就稍微夾住表裡就好 現在VIPER是希望HERA可以去理這一場 但沒有辦法 VIPER直接打出了GG 結束了這場比賽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經濟如何 那印度斯坦果然用了這個大幹道的效果 獲得了非常多的黃金 大概快到八千斤 超扯 軍事方面則是印度斯坦拿到1.28的KD 菩薩拉這邊是出了泰度槍兵 去跟對方的戰毛換 出了352隻的槍兵 去防守帝王駱駝 雖然印度斯坦後期沒有轉出印度火衝 也是活生生的把VIPER給餓死了 用這個肉馬配上戰毛兵 垃圾兵對決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